謝謝你,開始了 各位同好,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Data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是來自BioCreate 我們是常能醫院,林口常能醫院的一個 算是我們自己創立的一個組織 那我是黃信堯醫師,我是本身是臨床病理還有檢驗醫學的一個專業 那跟大家來介紹這個Data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呢,就是我們要講的就是 BioMedical Data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它是一個非常稀少,它的資料量算是蠻稀少 但是它的價值是非常高的 那就舉我自己經歷過的這個One Test 這種Multiple Cancer Screening Test來講 這是我計轉到美國一家2020 Gene System公司的一個專領 它雖然整個Data量只有兩萬八千個Case 但是我們整個計轉案就是有到七十萬美金的這樣的一個價格 那當然我們這個只是一個Multiple Cancer Screening的其中一個一小部分 那像這個業界裡面呢,最大的就是這個Illumina 最近在並購GRAIL這件事情上 出了七十一億美金 雖然說被打回票 但是你就知道說這個案子是蠻大的 就是說其實他們美其名就是在做Mecco AI的一個計轉 但其實最有Value的還是裡面的一個Data 那我們就是因為經歷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其實Mecco Data的一個 在做交易上面就是會產生一個買方跟賣方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拆擠啦 就像是以賣方來講我要賣Data的話 或是說我一個人要上傳我自己的個人資料的話 我就是會有疑慮說那我幹嘛上傳這個東西 我沒有獲利 沒有這個引身體的一個動機 那另外呢,就是說以買方來講的話 你這Data Quality到底怎麼樣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更不用說大家都談妥之後呢 你中間要做交易 就怕說有些人錢都應付了但是沒有拿到Data 那有些人是 就是說我已經給了Data但是我沒有拿到錢 所以說買方跟賣方之間大概會有這三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像以我們這個交易來講的話 我們跟這個2020公司呢 就是我們做Velitation呢 就是來看說你這個Data到底好不好 我們互相就已經搞了一年多的這個時間 但這個時間經過之後呢 那我們就是還是互相會有一些就不信任的地方 就說我就是怕有人給錢 他是沒有拿到Data 或是給的Data沒有拿到錢 所以說我們中間還要透過一個第三方 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交易 那這第三方呢 就是會收取蠻高的一個佣金的 就是幾個person到10person不等的一個佣金 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說我們就是想要以這個經驗呢 我們一直在做這種Megle Data 就是說我們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是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透過Blockchain跟Appresso 來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是把我們這三個概念講完就好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可以有這個Social Credit 是可以讓大家有這樣的一個Credit之後 我們就是幫這個Data做一個見解 然後中間呢就是這個交易就是可以透過區塊鏈的一個形式來做這個完整的一個交易 可以讓這個東西變成是一個無痛的一個交易 好那我就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 那這個這個是有 對 想要看QRCO大家可以直接連進去看 相信大家就是可以體會到三分鐘非常的短 就是完全就是還沒有講完就時間到 所以大家會講的時候可以直接切入重點 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待會上來就是分享的話 可以就是盡量把連結先整理大家的共筆 讓大家直接去共筆點看看 然後也記得要在共筆上寫 包含你的專案內容啊開放授權啊 然後這樣大家會比較清楚說要怎麼參與 然後之後比較容易找到你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好那我們下一位請為庭